要分享第二十章 這邊在 第27節到後面 他講到天要顯明他的罪孽 地要興起攻擊他 他的家產必然過去神發怒的日子 他的財務都要消滅 這邊講到說 所法第二次跟 約否的辯論 那在第二次辯論裡面可以看得到 其實所法裡面充滿了很多的 很多的那種 被激怒了 所以他裡面很多的言辭上都是在講 我覺得很多的東西好像都在講因果論 所謂的是說你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看什麼都沒有了 財務都消滅了 然後神也要顯明你的罪孽 以至於你的家產都要過去了 我覺得很多的時候就是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很多的時候就是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啊我這麼沒有錢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我做了什麼 我的家族做了什麼以至於才產生 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很多的時候我覺得好像 他的朋友所法就是 好像也引用這樣子的一個 因果在約伯的身上 可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約伯更加的覺得很委屈 因為我沒有啊我沒有做什麼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沒有一個答案啊 為什麼我的孩子我的家產 我們全部都一切之間都沒了 那我覺得在這裡就是說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因果的東西 常常影響在我們的思想裡面 很根深蒂固了 包括我們信主之後 我們常常也很容易覺得說 欸我最近那麼倒楣啊 是不是因為 是不是因為我 做了什麼事情或是犯了什麼罪 我覺得這個東西常常還是會影響在我們的 新實意念當中 但是感謝主就是在 聖經裡面也告訴我們 一個生來 一個生來瞎眼的 他的父母 他們問耶穌說 我是不是 是你們的父母犯罪呢 還是你自己犯罪呢 耶穌的答案說 不是 因為這是要顯出神的榮耀 這是要顯出神的榮耀 所以我在這裡看見說 神把苦難就是 神允許苦難加深在我們的身上 我覺得神是 看得起我們啊 因為他知道我們生命中 一定會有一個出路 可以走得過去 因為在這個出路裡面 神一定會為我們預備 因為神知道透過可能 從來仇敵有一些的攻擊 可能在我們生命中 會發生很多的事情 但是神知道 我這個人可以承受到什麼樣的程度 神就會把 神就會允許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我常常過去 常常有聽人家講說 當一件事情 一個苦難 要領到你身上之前 神 都已經在你的前面 已經為你擋過了 所以神是 神也允許這樣子的事情 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可以 因為神知道透過這些事情 可以在我們生命中 有一些訓練 可以讓我們的生命 有一些的擴張 有一些的成長 所以 我們不再 帶著是 好像是被懲罰的 好像我們的 好像是 好像是 這個是被咒詛的一個 在看待我們的生命 而是我們知道 我覺得過去在我的生命裡面 這個 因果的東西 常常在影響 也影響著我 但是當我開始 接受聖經 說的真理的時候 我知道 在我生命中 有發生很多的事情 不是神要懲罰我 而是神 要擴張我 讓我的生命 能夠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成熟 以至於 我就能夠在這個 苦難的裡面 我就可以常常來問神 說神啊 透過這些事情 你要告訴我什麼 主要透過這些事情 你要使我的生命 有什麼樣的一個擴展 你要 我知道透過這些事情 你要在我生命中 有一個祝福 只是現在可能 或許我還沒有辦法看到這些祝福 但是我知道 我一定會走過去 但是我知道 我一定會 在這件事上 看見神你的榮耀 所以這是我在今天早晨 當我看見 當一個人 在用這些因果的東西 在看的時候 但是神 不是這樣 神的信義 不是用因果路 在探我們 而是 祂透過這些的苦難 在教導我們 生命中 有很多的東西 是為了要鍛鍊我們生命 有很多的東西 使我們的潛力 使我們的各方面的東西 能夠被發展出來 所以我看見 當索法 他在跟約伯講的時候 約伯他沒有接受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 接受他這樣的一個控訴 而是他能夠再一次轉向神 看見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在整章的裡面 我看到索法眼中的這位神 跟約伯眼中的這位神 有著很大的落差 在索法的心裡面 他覺得他所認識的這位神 是憤怒的神 他覺得這位神是刑罰的神 這位神是懲罰的神 以至於他在用這樣的眼光 在看待神的時候 他在回應約伯的時候 就很容易落入到 他也定義約伯就是惡人 他告訴約伯 在整張篇幅的裡面 他告訴約伯 惡人是怎麼樣 惡人至終的結果就是暫時的 惡人至終的結果就是轉眼之間 好像在告訴約伯說 過去你確實是很豐富 但是現在你卻落得了如此的光景 見證你的不是 就是因為你就是罪人 所以才會落得如此的下場 所以當索法有這樣的一個眼光 在看待神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忘記了一件事情 我們的神是守約私慈愛的神 我們的神有豐富 有很多的豐盛 有很多的豐富 對我們的愛是很多的豐富 然後對我們真的是發憐憫 他無時無刻的渴望用他的慈神愛 所牽引我們回到他的愛中 以至於在這個回轉的裡面 讓我們更深的經歷到一個恢復 那當我在預備 當我在預備這樣的一個分享的時候 我就想到在過去的 在我爸爸出車禍的那一年 我媽媽在隔幾個月之後 我媽媽也出車禍 那在童年當中發生的 連續發生的兩件事情 在那個衝擊的裡面 其實我們是孤立無援 因為那時候我離開教會 然後那時候約爾也還沒創立 不然我就有家了 沒有就是在那個 對還沒開始 所以在那個過程我很孤單 那我覺得那個落差是什麼 真的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麼安慰你 以至於他就遠離了你 他不知道怎麼安慰你 他只能 好像只能拍拍你 然後就跟你回應一句辛苦了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我就在想如果那時候我在教會 我或許不會對神有這麼大的憤怒跟哀怨 我會覺得說神啊你積打苦待 因為當別人定義我的家是被咒詛的時候 我好不甘心 其實在那過程裡面 其實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就會發現當約伯在身處在那個困難的時候 我很難明白神你要做什麼 以至於在我在發怨言的時候 我真的是感受不到神 那我今天早上就在想 對 我們就是當我們還在發怨言 還在苦毒的時候 就表示我自己還有力量 當我的力量完全用盡了沒有任何力量的時候 我真的發現我沒有氣力 連發怨言的氣力都沒有的時候 我還有一條出路 就是我的神 所以當我再次的在我用盡我所有的氣力 而轉向神的時候 神就會再一次的聯名我們 然後兼顧我們 所以有時候當我們在看待困難的時候 就像剛剛童公有分享 神透過困難 我有在困難的裡面我們的信心才會提升 在困難的當中 你才會真實的經歷到神的全能 如果沒有這個困難 你的聲量不會擴展 你的信心的眼界不會被擴張 所以真的是看見神透過困難 要化為極大的祝福 以至於我們這個人的生命 能夠再一次的被建立起來